诗篇第四十二篇 神啊!我的心渴慕你,好像陆渴慕溪水 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活的神 我什么时候可以来朝见神的面呢? 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 我就昼夜以眼泪当饭吃 我从前常常和群众同去,与他们进到神的殿里 在欢呼和称谢声中,大家守洁 每逢想起这些事,我的心就感到难过 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 我的心在我里面沮丧 因此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弥撒山 纪念你 你的瀑布一发声,深渊就和深渊响应 你的红涛和波浪都掩盖了我 白天,耶和华赐下他的慈爱 夜间,我要向他歌颂 向自我生命的神祷告 我要对神我的瀑石说 你为什么忘记我呢? 我为什么因仇敌的压迫徘徊悲哀呢? 我的敌人整天对我说 你的神在哪里呢? 他们这样辱骂我的时候,就像在击碎我的骨头 我的心啊,你为什么沮丧呢? 为什么在我里面不安呢? 应当等候神,因为我还要称赞祂 祂是我面前的救助我的神